大安法师只要信愿真切 阿弥陀佛就有种种方便接引 我们常听到居士说 灵命忠实 我如果这一念 没有在阿弥陀佛上 我能不能往生 好像觉得灵命忠实 必须在阿弥陀佛念头上 或是一定要坐着 或是怎么样才能往生 如果一下子搞不好的话 就不能往生 这些从我们凡夫的角度 他提这些问题 他产生这些担忧 好像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们从感应原理来看 他忽略了阿弥陀佛的力量 只要你平时有信愿持民 乃至一昼夜的时间 阿弥陀佛临命忠实 一定会兑现他十九愿的力量 他会有种种善巧方便 有种种神通力量 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要有这种信心 但这种信心 很多人还是建立不起来 为什么建立不起来 他还是从对感应到 焦难思义这个本质点 他透不过去 有时候我会跟他举一个例子 这个出自印光大师文超 在他78岁那年 有一位孟安居士 到豹国寺去见印光大师 他请教了一个 他不能理解的问题 这是他当地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 他说当地发生了一个车祸 一辆客车里面坐了四十几个人 司机是夜行开车 不小心就从那山路上 冲到了那水里去了 四十多个人 包括这个司机 都遭受灭顶之灾 那么第二天很多人就去救 结果发现江边岸上 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大家就问你是怎么回事 他就是坐在这个车上的乘客 他坐在这个车上 其他人都死了 他怎么一个人坐在岸上 如醉如呆 大家就问你是怎么到岸上来的 他说不知道 为什么他都不知道 但是他确实是到岸上了 而且身上还没有湿 这个事实让大家都很难去理解 当地报纸都以一种奇闻方式来报道 这个居士就拿这桩事情 来问印光大师 到底怎么回事 在场的还有其他人都听到了 当时印光大师倒没有怎么回答他 于是旁边人都说 真奇怪 真奇怪 奇怪 奇怪却得不出一个答案出来 就回去了 回到疗房 在傍晚的时候 印祖就让侍者 给他带去一个纸条 纸条上几行字 意思大概是这样的 此女人命不该死 盖世佛天鬼神 在她上车时 便把救她的方法 预先准备好了 想必如是 这寥寥几语 包含意味无穷呀 一个人如果宿室有很大的善德 不应该死在这种供业里面 他可能有他特殊的别业 不该死 不该死 知道在这个车冲到水里的时候 那个女人自己是绝对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的 这是供业嘛 都要冲到水里去 然而这时候 佛天鬼神他有力量 就用一股力量 把他扬到车外去了 扬到岸边上去了 世间的许多因果 都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你看世间的善人 有佛天鬼神 预先把救助他的方法准备好了 把他绝对不能解决的问题 给他顺当地解决了 那你说法藏菩萨五大劫的思维 无量劫的激功雷德 就是要拯救每一个众生的 解脱生死轮回苦难的 在轮回紧急关头的生死关头 我们这种神识呀 是最容易昏迷的 无量劫的恶业种子 在沸腾的时候 是最容易被业力 迁到三恶道六道里面去的 这时也是最需要佛陀来帮忙的时候 难道阿弥陀佛还没有一种能力 能预先帮助这个众生吗 我们认为即使非正常死亡 火灾水灾病灾被人杀死 好像认为横死 但是众生业力的种种死亡 在佛菩萨的眼里都是正常的 他也知道你在什么时候要走 所以一定会给你施舍 让你稳妥往生的方法 这就是不可思议 就在这张纸条上 印祖还用很平淡的语言 讲述了一个事情 说民国十几年的时候 山东有一个寺院 建成以后要开光 开光就来了很多人 开光庆祝呢 就请了一个戏班子唱戏 让很多人都去了 其中有位居士 他带了一个小孩 也去看大戏 在寺院里面有口井 这个小孩坐在那个井沿上 扑通一下掉到井里去了 这一下大家就慌了 这对父母及众人 赶紧马上派人用竹杆打捞 这一下去 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个井水并不是很宽 但是没有感觉 捞不到人 打捞了很久 也没有下落 这个做母亲的就很伤心 你看带了一个小孩过来 结果掉到井不见了 打捞也没办法 谁知道回到家里 让他感到非常吃惊的是 他的儿子睡在床上呢 在睡觉 全身都是湿的 他一看这个就很惊喜 所以在那口井 旁边盖了个亭子 立了一块碑 写了圣井两个字 那个踏片呢 还送去给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 请报国寺的当家师 放一个地方挂起来 之后印祖告诉他 此时你去解解 这个孟安居士 他也解不出来 夹在书里面以后 他一直也没有去思维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这个小孩 全身都是湿的 躺到自己床上的呢 用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 能够解释吗 但是 他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事 所以这个念佛异法 他的信心 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悟性的 是要对阿弥陀佛的 不可思议的大悲愿力 决定地相信 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 把我们拖起来 我们凡夫众生的每一个行为 阿弥陀佛都看得到 我们的每一句话 阿弥陀佛都听得到 我们每一个念头 阿弥陀佛他都知道 所以这个感应 虽然很深奥 虽然不可理解 但是他确实 跟我们非常亲切的 亲切到什么地步呢 他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 阿弥陀佛慈悲的愿力 在我们凡夫众生的 每一个念头里面 所以我们的一切 阿弥陀佛在他的 五眼圆明的状态当中 是了了清楚的 就像《金刚经》里说的 一切众生举心动念 如来息之息见 既然弥陀佛对我们的 举心动念都息之息见 而且我们每个众生 也都是如同 阿弥陀佛的独生子女 所以他对我们的救度 这种稳妥性 这种不可思议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不要老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考虑很多事情 凡夫众生的之见 都是错的 那么换一个角度 以佛的果地上的智慧 力量 微神 神通 来反观就度众生的 这种情况 它是很容易的 所以往生一法 确实是容易往生 就像永明严寿大师所说 万修万人去 但是可能会出现 往生不了的情况 往生不了 重点不在阿弥陀佛那边 是在我们自己这边 在哪里 就是怀疑 这个怀疑就像是电阻 阻挡了这个电源的过来 所以我们修念佛译法 透过文思修三会 是要解决信心问题 听闻佛法 听闻净土五金一论 圣炎亮 和中国净土宗祖师的思想 这个闻 耳根文性 能够最大限度地 把我们自信的圆 通 常 的这种智慧显出来 用这个智慧 来观照净土一法的势力 因果心象 思就是要思维 思维这个净土法门 从阿弥陀佛发愿建构净土 以及西方净土成立之后 揭开广度九法界众生的序幕 在法界当中 自古迄今多少往生的例子 以及种种现生和灵中种种瑞相 净土法门的种种瑞相 也是感应道交的产物 例如 大有人往生时 一箱满事 为什么会一箱满事 由于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宝箱弥漫的岔土 它是由种种珍宝合成的 种种的景物 每个珍宝里面 又包含着百千万种香味 这些香味弥漫在极乐本土 同时弥漫到十方世界 这个香 是阿弥陀佛的法身香 五分法身香 所以 并他方世界的众生 以及本土的往生者 闻到这个香味 都能生起念佛 念法 念僧之心 都能降服烦恼 得种种柔顺忍 因祥忍 乃至无生法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